在這裏我又沒有多謝今晚 我們又不認識到我們阿朴主席 葉教授 他就是講關於這個大陸修裏面 有老婆部司是去反彎P的 在這裏我們將時間給了葉教授 阿朴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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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過了大家20分鐘 大會這次大會就給20分鐘更加討論 其實今晚很舒服 希望可以講到20分鐘 大家可能今天幾年都會在同學部 在香港的天安 都會介紹了所謂六大措施環境 不過可能要有一點前提跟大家討論 因為近期教授環境有很多分化的互相 我也想講一講 因為20年前 林志公署找過我 或者我問學者 我聽過當時有很嚴重的印象 在此前林志公署已經找學者說 他們發現有很多院是會同有衛生工程 就會有一些雜貨員 就會去買一套的單位 同時就會爭取去做法條主證 或者成立法權 然後就會操控後面事件 當時林志公署有一個學者 就希望去制裁這個案件 還要解決 那是後話 我只想講 其實當時早到連圍圍的名稱都沒有存在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為何容易被人分化呢 正正就是大家對整個行業的影子很低 然後很多人就可以透過 以色列前已經有這些責權 去操控從而去學利 所以呢 所以我今天都有一個引子掌問 當時有很多人跟大家說 我們有圍標有圍標有圍標 其實大家有沒有問過這些人 什麼叫做圍標 但你看看所有的文件 其實都沒有定義什麼叫圍標 如果你上政府網站看 現時的反動電法 其實它是有圍標的名義的 那是需要找到兩間或以上的機構 有圍標 制定價格或者條款 才會有圍標的名義 那我想問大家 過去那兩間 是 是 給大家選擇的公司 大家有沒有在任何的文件裏 找到正代 證明他們兩間是有從事 是協議 價格 或者條款 其實沒有的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透過大家不明白 或者不知道 然後就說很多明清 是大家很憂鬱的 其實原來是 其實原來是 從來都沒有人找到 任何關於圍標的定規 而且他不斷說 人是圍標的人 你看看他實際上 操縱 實際上所掌握的資料 第一 他說 百億很貴 這個都是利用人的修理盲點 首先我想問 百億很貴 是怎樣來的 大家有一次是問 發出這個信託的人 你怎知道 百億是很貴 大家有一次想問他 原來又是沒有任何的科學根類 即是 他覺得很貴 那麼百億很貴 那麼五億是否貴 原來他還可以是這樣的 就是說 他覺得貴就是貴 他覺得貴 所以就是為何 原來那些人是這樣的 那你問他拿證據 他是沒有證據 你問他為何是貴 他不知 總之我覺得貴 我給他一個貴 因為不想給他 就是貴 所以有表現證據 有可能是 跌入二十年前 你關注我講的情況 但是 回頭我又想看 其實我們怎樣知道貴不貴 不是的 我們要知道時間 當然啦 如果你要買股票 那就很簡單 對不對 上去有任何有份 只要查個照 現在會幫他領會 領錢來多少錢 但是 建築工程的困難 地方是哪裏呢 品質 時間 和價格 三合一 百億很貴 是說他的品質 是在Q 這個品質 對面 時間 圓缸是在Q 這個圓缸 時間 他的價格 就在M 這個區域 我假設我們能夠知道這個M 這個資料 然後你說他有為了 就是他要協議 設一個高於這個M 這個價格 但是仍然可以給你Q 和Q 這個品質 這樣才是 符合到你的定義 所謂的位 但是你不可以問 發出信訊給別人 他們有任何的專業基礎 提供到Q是多少 T是多少 M是否現在 貴過市場的M 是完全沒有這些 分析 就抹大口 向傳媒說 有良為標 因爲貴 所以其實 我們被人分化 是非常不值得的 今天在六大迴標 六大反迴標報紙裡 總有一項 就是說 其實你要找一個 獨立的專業的工廠商樓 去掌握到現時市場 如果你要提供這個Q 這個品質的工程 要在Q這個時間完成的話 現在的時間應該是多少個M 我們是做了 我們是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告訴你 究竟這個Q和這個T 究竟市場值多少次 叫M 我們是G 因爲我們是得到業主的同意 我們是六大聘請了另一位專業的工廟測量師 就是為我們整個工程 逐項分類打架 然後我們知道 什麼叫做時間 那 這個反迴標的措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你才有科學基礎去討論 究竟回來那個標書的價格 是高於 等於 還是低於市場合理的價格 所以 不可以亂說 我不覺得這個合理 所以這個就是違標 那 至於 你不想 好姿態 究竟 那個標書 貴了 還是低於 你 因為這些都被拘捕了 大家可以知道 好了 但是 其實違標 其實是說 就是 違標 通常說 價格高 就假設品質 不適合 其實更加常見 的手段 就是 價格又高 甚至 即使不高 它又可以 偷工減料 將那個 飄騰低一點 或者 拖延工程 將T做到老餐 所以 大家更加要擅心 就是 不要想著 哇 我下次翻標 5億 就行了 沒有為標 你怎麼知道 那個Q 和那個T 是否符合 我們標書的 最終要求 其實那些行業 工程的行業 最困擾是什麼 那些判頭 它又未開工 你只是低密一點 它就告訴你 行 我平時送給你 開工之後 你怎麼確保 去做事 是會跟足 批格 時間 會落足心機給你 整個行業其實只有兩招 說出來的 說出來的就是 第一 如果你是大老闆 例如 建大樓的 那 細貨呢 就是看著 你還有下一單 做益我 我 這單就做好一點 對不對 但是 屋軟為室 你會不會 短期內有第二招單 你沒有二十年後 你都不會再光顧他 對不對 所以 在大維修工程 沒有判頭 會給你 他明知 就是中你一單 二十年後 都不會犯疆 所以你看看 這個困擾是怎樣的 就是 其實你用什麼方法 可以 確保那個中標的人 會給你生機做 第一招我們失效的 外面的紅頭 第一招就是 靠 那間公司 下一單工程 會不會 backlist你 會不會 還給你機會 你下標 所以他就 希望這單都做好一點 下限給我 但是維修工程 是沒有這件事的 如果沒有 你剩下的就是 只剩下第二招 就是 brand name 就是 我譬如 那個承認商 我都怕這次 做失了我的名 你讓我出去 或者他有訴訟 那會影響我以後的 這個就是 變成最後一招 怎樣令到 中標的判口有 有動機 有誘因 會用心去做 但是 如果那個判口 其實都無所謂的 打算都是做這些單 我就撿了去改名 開一間新的 你去下標 的話 那些人這件事 都不會擔心你的 你不就 弄壞他的名 所以 為何 另一招 犯規標的措施 就是要用C牌呢 一個C牌 全港的40多間公司有 有這個牌 就可以做政府 超過1.85億的工程 可以想像一下 但是金牌 都是在那裡 C牌 那你就可以想一下 我們現在唯一 一定靠的這支 你那支 那支 那支 公司一定要很緊張 那支名 那你想一下 那你想一下 在行業裏面 最高檔次的就是C牌 那就是靠這個C牌 令到那些公司 覺得 我不值得為了你這一單 趙快樂的工程 累了那間公司的品牌 被人唱 以後 是中不了 所以C牌的好處 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市場 對於C牌 那個價值 從而我們要多找些膨脹 而C牌事實上 就是發展局幫我們做了余審的 這個余審就是 發展局 就是預先審核了這四十幾間公司 它的財務能力 它的內部員工的主業能力 它過往工程的表現 其實我們都是在依賴著 發展局幫我們去做這些 預先審核 承建商的能力 而因為有這些二十 那些C牌的工資 做好緊張的話 就未必 會因為我們這單工程 的少少利益 而欺失去那個牌 的價值 雖然我聽說 竟然有人 散惡條言 嘩 嘩 C牌會令到競爭減少 正如我懶說 Q和Q其實你是觀察不到的 現在 所以如果你引誘那些 你根本不介意去運台唱衰的公司 根本就是想著做完這單工程 接著就執了那間公司的話 你都給它入力 那工危險又在這裏見到 就是 它根本就是想著入了 是中了標誌 接著用Q和T去煎磨你 你是沒有任何的對撐 大家有記住 它就是和你對著幹 你唯一的對撐 就是和它對補風塘 我不知大家有多少錢 可以和換口打工事 所以當我聽到 有這樣的分法的說法 其實我沒有懷疑究竟 它的動機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明明有C牌的法典局 幫我們做預審 有這個品牌效應去保護我們 它不要 然後就說 你將它放寬引入那些 就是隨時可以倒閉 國和青和你對付工學的成片商 我們作什麼保障呢 如果我們被任何人都可以投標的話 我們最給國民憑什麼去保障他們自己 至於說 你看兩間是太少競爭 其實你要記住 我們已經是掩診四十幾間次大公司 現在我們有七間是有力全票 而並非透過全門所說的只有兩間 所以這是第二招 但是人家有一個題外話要說的 更加令人憂慮的是 除了建議取消C牌的要求之外 竟然就敢說 將工程拆開幾份 給幾間食店商一起做 我已經向民主黨蔡榮輝直接查詢過 蔡榮輝曾經來國外屋苑 向業主廣解反維標 他是反維標的外表之一 他就說他已經清楚自侵 教人拆單 是違反唐戰會的勞結例的 是犯法的 所以大家希望 就是同你身邊的業主 大家要小心去理解這種分化 竟然有人叫你從事犯法的行為 叫你同意去拆單 本來應該是百億的工程拆細去 去擊幾間本來是沒有能力 自這些標發做的盤頭去做 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除了用C牌 還有香港有獨立的工業產業師 去幫我們看市場的價值 我們還有如下誓照很快說 第一 大家可能會怪我 其實我們在一年前 就已經要求服務處必須要在業主大會當日 給業主可以選擇 所有的標都不選擇重新挑選 當然終於是這個答案 大家未必確認到 但是這一招其實是反維標的 是可以預防維標的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它真的維標的話 它是不會給你有逃脫的機會的 但是我們強制要加入這個 就是我可以逃脫的 當然有很多人是為證的 但是我們都希望孔經理解釋一下 我們這樣從一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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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會給這招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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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你技術是否達到我們的要求 但保護主要是甚麼呢 你是不會被它便宜的 因為很多老鼠承建商是甚麼呢 就是開一個很低的價格 然後你見到掛心動動 其實是Q和T的問題 不是A的問題 M很低沒有用的價格 你怎知道它的反則可不可以 所以不要理會它的價格 技術要先符合到 然後才看它的反則標書 所以這裏解釋了為何外七份標書 只得兩份開價格標書 就是因為其他技術標書是不符的 其實我覺得在將面 就是那個很大環環標措施有效 才可以篩走那五間 但如果不然的話 其實那五間 隨時可能就已經有問題的情況出來 好了 第五項 第五項就是說 我們 在業主裏面 這個當然我們都遠在特殿同行 但第一項推介給其他公司就是 你要有資深的工程顧問 或者資深的工程管理者 他真的和你全份標書中的項目 仔細去研究和去分析 然後給予見 這個工程 在這個情況 外面的工程是做不到的 但是外的工程呢 幸好我們成立了 剛才阿檢主席說 我們成立了監察小組 我們有三十多年經驗 在香港上市公司 資深的項目合約經理 幫我們逐個細學 坐在那個高處 由潛到萬會項目 幫我們去審視 然後提出反面教授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感恩的 因為在我們業主裏面 有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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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們逐項去審視 這個其實是反面教很重要 因為我們才是業主 我們一定會為我們自己爭取 而我們又有專業能力 有這個心理能力 我認為做得非常之好 而最後一項呢 其實是一定要做 不過其實是做不到 因為發派這個動力 以此作弦 其實我們跟著來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政府把握 最重要的是 譬如說 譬如說 有人做假 或者說 有人陰謀 想靠 進駐某些職位 之後 想拿取那個控制權 好了 你發現他做假 就說 你發現人做假 我們是很需要 有一個能夠執法的機構 或者幫我們去執法 對 這個是反為標的至關重要的一面 狠不幸 現時你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法定 隨黨去要求政府博力補答 所以我是希望告訴大家 我們其實是被這些集團 是好像擺在砧板上告 任人不入 你即使找到證據 暖正 抓住去 都沒有用 因為現時的法例 是說他不會管你的 是你自己去搞 但自己怎樣搞 你有沒有失法權 他說他不知道 不理 所以我在專欄裏面都說 其實現時是現決 就是有法定權力的機構 去監察和執法 這個字眼大家看到的 有什麼不同 最近經常都在我家裏面都說 不如是沒有法定權力監察部署的 要成立什麼才有法定權力監察部署的 更加上一層的漏洞更加核動 請問有沒有任何的有法定權力組織 是去監察那個所謂會監察部署的 有法定權的機構 原來是沒有的 對不對 你如果容許有一個有法定權力 可以拿到你們的代表權 控制權的所謂有法定權力機構 去所謂監察部署的時候 你就會問我怎樣監察這個機構 答案就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監察那個機構 而那個機構就代表你 現時的黑洞就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惺 我可以再說一次 我們基本上任人育 二十年前的公主已經找學界 已經發現有位數不少的這些集權 是透過這些扭動進駐各大部署 廉政公署當時說 因為並沒有違反法例 所以無法拘捕 所以才要找學者去找出解決國安 但是至今仍然沒有解決國安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們現時是盡任 被人稱為肥豬肉 去想咬我們一口的狀況 我們六大反圍標措施 最重要的一項我們現時是做不到 我將會希望再進一步向政府要求修改法例 但是修改法例 應該是十年了 好 那個時間到這邊 好 那個時間到這邊 是跨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溫裔電影開始在這裏私盤 教授說過 正在這裏私盤 他在這裏私盤 為何我們一至五千萬 這裏私盤 這裏公司 他本身幾十六後一家公司 一千萬 但他這間公司 也說是反擊 反擊事實上那裏 就是每一個月的工作 就是工作 他只割得幾千萬 因為那裏公司 也只割兩件數 就是那裏公司 那裏公司只割得四千萬 還有現在是所謂的 retention money 就是後裏這幾千萬 就割得幾千萬 那就是四千萬 就是一間公司 一千萬資本 他怎可以走去做六七千萬的東西 他沒有 所以那一開始 我一討論 我第一天不知 那陣子 有些神力 加些罷了 你突然知道他要去做六七千萬 前裏公司 前裏公司 所以第一程 一定要撕毫 那個時是很強烈的 要得很多 第二項 有些人都說拆開 剛才裏公司 很危險 實際上也不是 當然問題,現在我們一間公司裡做工人,開三桌、三桌 我計過了,大家在三桌、三桌 在事務裡面就將三百個公人在公司 再次回到一間市,拿到那一間公司開工的 我看到整個事務都鎮實了 那些人,對不對? 他最負責開工了,他拿一包就發開工了 一開工,不知道有幾多人,一千人 為何一千人在這裏從事上做的? 有沒有可能會有一個環境呢?是很可能的 另外一件事,可以知道他有些大,有些賺錢 人生車,一家公司去做,可以控制你車樓 不行啊,那是泰國車,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公司 有這麼多車進來,我真的不用客氣 駕駛公司是做的,他就坐你 總之我今天就有事,我做了任何 那時候你不用擔心的了 第一,你一千人就走去 第二,你叫車,那我車放在那裏從事上 那他是有可能的,那些提出的就不懂得公司 只不過才是搞這些出來的搞 謝謝 剛才教授說,我們有一位業主 他想9至10,坐在我們的本業處 每一陣子都給我們看見 這位就是阿羅先生 這位是阿羅先生 很高興的,我們都很高興的 在這位,我們都很高興的 那另外一位,多謝開來 我也要多謝阿羅先生 和阿羅先生 跟阿羅說說,每一方都如何 一出來的補助 有多少位置 才是叫做什麼 專業的事 而且,也都是我們師父的業主 就是阿羅先生 阿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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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的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就是要解釋一點 我們其實在這裏 事故上也全都是很適合 因為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放水浪液 其實中間還有很多 按揮 所以我們是很高興 好了 第二條問題 有沒有人想問一下 加州 有一個好專業的法律 是吧 好,來一位 阿羅先生 請坐 我想說 是 請坐 是,我媽媽也有個 大家來請坐 好,謝謝 我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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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樂 我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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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吃飯,吃飯,吃飯,吃飯 我跟那個過程都在 很多人被人遇到,被人家被人家 我聞到聽到人家說 你先怎樣拆眼氣呀?不貴呀? 我現在不裝我的衣服都可以呀? 舉而言之,我不見過人家 有人聽過那些品牌的消息 會處理得很快 或者有些耳朵太多的東西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人去再擺飾花 就是不可能的行動 那就是沒有示範 而且我看到很多人家就很擔心 就說,我沒有錢呀 通常都給予你呀 我真的要搞呀 我們就在做事的時候 被他們安心 又藏到我的語樣 他們不要那麼害怕 因為初初都要做的時候 我都常做的,怎麼會變廣場的 都常講到錢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縮沙子 沒有人這麼縮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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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這麼貴呀 他真的很貴呀,不要做啦 快點做少一點啦 做服務,那很討厭呀 不用再搞啦 那如果沒有人去做大聲 沒有人去做聽 那要賤 但是我都是很好的資料 我都是每次聽 平時有不同 分享他們的資料 反而他們那些消息 變得很快 因為很容易 說什麼好貴呀 你好呀 你便宜點好呀 那兩個都是很快 那結果 已收出來 就算了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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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